如果是事實判斷的話 其實你可以想像到一些情況 它可以是假的 但如果它是一個分析判斷的話 你是想像不到情況是假的 像剛才的例子 譬如你想像一下 那些人說 我感受不到你的痛苦 所以你有沒有心靈我不知道 你想一下它這樣說 你舉些例子 你舉些情況就是 這樣算不算是一些反例 對於它說的話 譬如假如現在這樣 我感受不到你的痛苦 假如現在 你肚餓 假如你肚餓 我不知道你肚餓 或者你牙痛 我不知道你牙痛 我見到你的表情才知道你牙痛 我設在一個情況 這樣算不算是感受到你的痛苦 就是 當你牙痛的時候 我將你的神經線 駁在我那裏 明白嗎? 你牙痛我就要痛 因為你牙痛的時候 神經線就去到我那裏 我就叫它感受到你痛 根據這個說法 就不叫它感受到你痛 因為那裏都是我痛 不叫你的痛 明白嗎? 當我這樣解釋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把那句說話 我不能夠感受你的痛苦 將它講成一個分析判斷 那就是沒有訊息 明白嗎? 即是說不明白 因為我用你的例子來講 譬如說 有些講法是這樣的 他說每個人都獨特 有沒有聽過這些? 這個世界沒有兩個人相同 有這種講法 譬如說 沒有兩個人能夠做相同動作 每個人都獨特 當然要這樣講 你問他 這個好像是 他帶一個事實判斷去陳述出來 其實它是一個分析判斷 即是他講到一個分析判斷 你怎知道 譬如說 你想像一些反例 令你的說法是假的 譬如說 沒有兩個人能夠做相同動作 現在我設想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我就摸我的鼻 你就摸你的鼻 大家摸自己鼻 那算不算相同呢? 那根據那個人說 就不算相同 因為我們是摸不同的鼻 所以不相同 明白嗎? 那你再想像一個情況就是 今次我就摸我的鼻 你又摸你的鼻 你又摸我的鼻 我們摸同一個鼻 那這個算不算相同動作呢? 那他就說 這個不算相同 因為我們是 我是摸我的鼻 你不是摸你的鼻 你是摸我的鼻 你摸自己鼻 所以又不相同 諸如此類 你一直想像這些反例的時候 他都不能夠推翻這句說話的話 這句其實就是一個分析判斷 即是他將它說成一個分析判斷 但是他又將它包裝成一個事件 判斷出現 那就是md statement 那些人 那些人 那比如說我上 我覺得 就很多md statement存在 充斥著md statement 他沒有訊息 但他是真的 如果這個分析判斷是假的 可能是反例可以推翻 我不是說分析判斷是假的 而是說 因為它是包裝成一個事件判斷 那我就是 撤上一些事件的情況 是否可以推翻這句說話的 但結果推翻不到 那你便可以知道 其實是一個分析判斷 因為他將它用到是一個分析判斷 或者這樣 如果你還不太明白 因為我們 這個先hold住 等一下 完了之後我再看看 怎樣解釋給你看 這個是分析判斷 辦做事件判斷 另外一種情況就是 這裡我說 我們有些無義的語句 它是分析判斷 因為它是非判斷 所以它沒有質疑值 沒有truth value 但是有時候 有些無義的語句 它就扮作有質疑值 扮作判斷 即它根本不是判斷 和無義 它扮作判斷 這樣又會運來我們思考 這些我們叫做偽判斷 英文就是 pseudo statement 偽判斷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什麼偽判斷 譬如我說 這首音樂 有五呎高 這句話沒有質疑值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什麼情況之下 這句話叫做質 你又不知道 什麼情況之下 這句話叫做假 它沒有質疑值 但是它說出來 又表現到 好像有質疑值 它在說這個音樂的性質 就是這樣的 它有五呎高 因為它其實不是假的 你不要以為 它有五呎高 這句話是假的 因為如果你以為它是假 我會問你 究竟它有多少呎高 它根本無所謂高不高 一首音樂 明白它嗎 或者說 這張桌 這張桌很憤怒 這樣又是偽判斷 因為這句話沒有真假值 即是說 你不知道什麼情況之下 這句話叫做真 你又不知道什麼情況之下 這句話叫做假 OK 那在哲學或者中學裏面 照我看 有很多偽判斷 pseudo statement 存在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三位一體 三位一體 你的說法 其實你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不是要討論這個 我給個例子 如果你不同意 我給你另一個例子 三位一體 又是不知道什麼意思 OK 即是它說到有true value 按照我看 除非你解釋清楚 是什麼意思 但我不是說 宗教講的都是這樣 有些不是的 譬如說 譬如說 基督教說 你信耶穌死了之後 會上天堂 你信耶穌死了之後 你不信耶穌死了之後 會落地獄 這句話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乎這句話 我會看成一個 事實判斷來的 那什麼情況 怎麼會有事實判斷呢 只要你能夠描述到 什麼情況之下 這句話是真 你描述到什麼情況之下 這句話是假 我都會看成一個事實判斷 就不用你事實上 不是你事實上 要檢驗到是真法真假 才是事實判斷 舉例 我說牛郎星有牛郎 這是事實判斷 因為當我們去到牛郎星 我們守運整個星球 如果發現一個 好像我們描述的牛郎 有一個牽著牛 但你沒有那個形象的人 我就說有牛郎 這句話是真的 同一道理 譬如我說 信耶穌死了之後 會上天堂 那什麼情況是真的 就是你死了 然後你做個感知 不知道為什麼 你死了之後做個感知 可能是靈魂那些事情 然後你去到一個地方 就好像基督教不如上天堂 那樣 見到耶穌 那這個時候就是真 譬如說你不信耶穌 你死了之後又上天堂 或者說你不信耶穌 你死了之後落地獄 你去到一個地方 這好像基督教不如上地獄 我真的落地獄 那你可以驗證到說真 或者假 但當我講經驗 就不是我平時講的經驗 我講的經驗是一些 那個意義是闊一點的 那些叫忠厚經驗 有個說 中後哲很出名 我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突然間 他就講一些忠厚經驗 他就叫做 John 不知什麼什麼的後面 我忘記了 突然間姓不來 因為我上去講中後哲 我提過他 但我現在不記得他的名字 叫什麼 John Hick 是的 John Hick 他講忠厚經驗就是講這些 他覺得其實那些 Statement 他不是meaningless 還有是可以驗證 不過驗證是很特殊 意義之下的驗證 又例如說 佛教教去講那些 那些體症 或者中國教學講的 是否都是講體症 體症 那些就是屬於這類 這類不是我們平時 感官經驗那些經驗 是很內在經驗那些經驗 在這個意義之下 我都會同意那些 在這時判斷 不過那些經驗是很特殊的 不是人都有 或者是很特殊的情況之下 你才會有那個經驗 譬如見到佛 見到上帝 諸如此類那些 那我想要注意的是 剛才我提到 有些是分析判斷 有些是最容易混亂事實判斷 就是價值判斷的東西 又或者 其實不一定的 你可以 這個混亂那個都可以的 你都找到一些例 譬如說 有時候我們將事實判斷 和一些 表示禮貌的語句混亂了 譬如我舉例 譬如說 我不記得 看報紙 有個專欄作家 他說 中國人很虛偽 其中一個證據就是 中國人的寧堂 都寫 死了之後 截人其毀 流方八誓 都寫這些 很虛偽 那我想 又不是說是完全錯的 不過就是 它混亂了一些東西 就是 因為 你在靈堂裡見到的 那些 那些不是一事實判斷 明白嗎 即是你那些 玩完那些 寫的東西 你不可以將它 看成一事實判斷 你看到一事實判斷 就是假的 不如個人一死了之後 就是很偉大 不可能的 那其實 是 我覺得是表示禮貌 禮而之用 照我看 當然都是虛偽的 但是 但就不是 應該是這樣用 如果不是這樣用 就真的很虛偽 我覺得是禮而之用 那些是